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2月7号 礼拜一的午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侯乃荣 一开始在您来关心到高雄港区的疫情 持续的延烧 新增饮水人确诊个案CT值只有17.4 传染风险相当高 这也让高雄港出现了塞港危机 因为一旦呢 其他的饮水人也被匡列 就无人领港 而航港局表示了 目前高雄港总共有42名饮水人 扣除一人确诊 其余的41人已经完成裁检 目前检验报告占无异常 无人被匡列 不过确诊个案在感染期 接触32艘的轮船 目前感染源还有待厘清 就怕这港区的传播列会再扩大 是否要求港区的作业员 在今明两天完成PCR裁检 9号开始 无证明者禁止进入港区 码头管制站大排长龙 港区作业员纷纷来到筛检站 排队裁检 港区疫情连环 报为了阻断传播链 市府要求港区人员 必须在7号8号两天 到港区内八个筛检站 完成裁检 9号之后 没有证明者禁止进入 管制如此严格 却因为确诊的饮水人 为疑通知裁检 恐成为防疫破口 这位饮水人他可能可能是有点说 小孩我已经快筛阴性了嘛 然后我正好又又时间赶不起啊 他就没有那么积极 可能是这个样子 案19244 饮水人2月4号发病 2月6号确诊 CT值仅17.4 传染风险高 但他1月26号前两次裁检阴性后 就再也没筛检 追溯感染期 共接触32艘轮船 其中6艘是本国籍 感染源又待厘清 而在19244发病后 高雄港区41名饮水人 也陆续被召回裁检 目前没有异常 也无人被匡列 在上一个工作期 他刚好休假 2月1号坐满了 那是2月4号 他等于休假三天以后 才开始身体有点状况 理论上 他应该还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饮水人 但是府明明有规定 作业员登船前 必须持PCR阴性证明 确诊饮水人 却疑似钻漏洞 从飞管制区登船 目前航港局紧急关 必飞管制区 才统一患证进出 如果说真正饮水人 他目前在确诊的话 旁边的其他饮水人 在被匡列的话 那饮水人可能就 人数就会减少 高雄港可能就会变得很慢 或者是甚至停摆都可能 尽管协会帮忙缓夹 但确诊饮水人 一连好几次钻漏洞 既没乖乖筛检 又疑似未依规定登船 这下除了被市府开罚 最高30万罚还 航港局调查厘清后 也要从严成处 记者肖志愿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